e habe ich waren ich bin seid geworden 大家好,我是six 登山是一项勇敢者的运动 刺激的同时伴随着危险 即使是那些登山的老砲 也不能保证100%的安全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呢 就是一起发生在日本北海道旭月山的登山事故 这起事故当中 明明只有两个人失踪了 救援队却找到了三名遇险者 不过另外一名只剩下了一副枯骨 这名死者到底是谁 他生前又经历了什么 时间回到了1989年的7月 此时的日本正是夏季 是适合登山的时节 日本北海道大雪山国立公园内 主峰旭月峰虽然是海拔达到了2291米 但是登山道却并不陡峭 登山的难度也不大 每年都能够吸引不少的业余爱好者来登山 7月21号 两名来自东京的年轻人士 住进了旭月峰脚下的温泉旅店 打算是休息一晚上之后再去登山 晚上两人是尽情的享受着温泉浴 之后还和旅店的老板聊了会儿天 交流了一下登山的一个趣事 第二天早上 两人就按照计划带上了登山的装备 和旅店的老板告辞之后就出发了 所有的一切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就是在他们出发一天之后 大雪山国立公园内就下起了大雨 登山道上一下子变得湿滑了起来 已经出发了的登山者 不少也是从登山道上撤了回来 打算等天气转静之后再出发 看着陆续退回来的登山者 细心的旅店老板却发现 昨晚和自己相谈甚欢的两个东京年轻人 还没有回来 由于常年是在山脚下开旅店 各种山难也是失有耳闻的 旅店老板思前想后还是决定报警了 旭川东警察署 东川厅住在所的值班警察 接到了旅馆老板的报警电话 但是由于时间太晚了 并不能确定两个人是不是真的被困在了山上 也只能够等到天亮再说 第二天 警察又接到了另外一宗报警电话 正是来自这两个东京年轻人的家人 说是已经和失踪者失去联系两天了 于是警察马上组织了救援队上山搜救 还派出了救援直升机 引领一号沿着登山道沿途搜救 失踪的两名男子 但是并没有什么收获 此时 救援队里一个对山上情况比较熟悉的队员表示 旭月峰的登山道上有一块方形的大石头 由于长得和银行金库里的大保险柜很像 当地人也叫它金库岩 由于石头非常的形目 也就渐渐成了登山道上的一个地标 那正确的登山道路就是应该在这个地方折转将近180度 但是在遇到这块金库岩之前 路上还有一块假金库岩 样子和真金库岩非常的像 如果下大雨或者说是起雾了会非常的难辨认 当时也有新闻媒体也做过实验 结果发现经常有人会弄错 会不会是由于下了雨导致这两个人也认错了地标呢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 他们就会偏离正确的登山道路进入陡峭的下坡路 最终会到达一片草地 而且由于道路陡峭了 一旦下去就算发现走错了路也很难再返回了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警察立即就沿着假金库岩所指的错误道路进行了搜索 很快就有发现 直升机飞行员在虚越峰的南部 偏离正确道路将近40公里 一处靠近中别川河的地方就发现了一些东西 他发现了许多倒在地上的白化树 飞进了一看 这些白化树并不是毫无规则地倒在地上 而是组成了一个巨大的SOS救援标志 警察立刻就在标志附近展开了细致的搜索 果然在标志以北不到三公里的地方 找到了失踪的两名男子 幸运的是 除了有些体力不支 这两个人看起来并没有受伤 意识也非常的清醒 他们非常感谢警察救了他们 如果让他们在这个荒芜人烟的地方再待上一晚上 面对极低的气温 天知道浑身都被雨淋湿的他们 还能不能熬得下来 事情似乎已经是告了一段落了 但整件事情真正诡异的地方 其实才刚刚开始 在飞机上 警察就夸这两个人机制 知道在地上摆出SOS的标志来求救 结果没想到 被救的这两个人 表示并不知道什么SOS标志 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警察以为他们是刚刚得救 情绪和记忆还不太稳定 就耐心地给他们解释了直升机 在他们获救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SOS标志 结果两人依然坚持表示 不知道什么SOS标志 不是他们摆的 和他们并没有关系 这一下警察傻眼了 如果说这个SOS标志 不是他俩摆的 那岂不是说明 求救的另有其人 为了进一步确认 是否还有人需要救援 第二天早上 警察就重新组织了人手 去发现SOS标志的地方 进行了仔细地搜索 结果发现了一些人骨的碎片 散落在了SOS标志附近 但几乎都已经看不出原始的形状了 看起来已经死去很久了 骨头上面还残留着一些动物的咬痕 但由于时间太久 警察也不能判断这些咬痕 到底是不是死之前留下的 还是死之后留下的 除了这些骨头之外 在SOS标志北边100米左右的地方 警察还发现了一个背包 里面有一个录音机 一双男士的篮球鞋 一个装有洗漱用品的塑料袋 一个相机的三脚架 还有一个护身符 很快 人骨就被送去了旭川医院大学 最终鉴定的结果显示 这是一具身高在160公分左右的男性遗骨 A型血 25岁上下 通过将死者的遗物 遗骨特征和近年兰失踪名单进行了对比 警方就确定了这个人 就是失踪于1984年来自爱知县的 一个普通的公司支援 而在死者的遗物当中 最诡异的 就是他的录音机 里面有一卷磁带 那磁带里面到底录下了什么 让整件事情变得如此诡异呢 播放到磁带闭面最后2分17秒的时候 录音机里面的音乐 戛然而止了 突然传来了一次死者 生前录制的呼救声 断断续续的回荡在房间里面 从录音的内容来看 死者生前似乎是遇到了救援直升机 但直升机并没有发现他们 因为录音机里的呼救声 听起来像是对着某处一字一顿的大喊 但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了 死者为什么要用录音机 把这样的大声呼救给录下来呢 难道是因为没有力气了 想要把声音录下来 让录音机替代自己说话 向直升机反复呼救 但是录音机是有最大音量的 而且这种便携式的录音机 就算是把音量开到最大 声音能不能超过人声也不好说 更不要说是在直升机 巨大的轰鸣声下呼救了 其次死者的遗骨 以及录音机被发现的地点附近呢 并没有他在录音机里面提到的山崖 那他到底是在哪里录的音 为什么要说自己是在山崖附近受了伤 而且无法动弹 我们只能是推测 遗骨发现的地方 并不是他最开始受伤遇难的地方 遗骨和背包 是他在录完音之后 甚至是死后 被动物或者山红之类的东西 给带到了中别川边上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巨大的SOS标志 又是什么人搭建的呢 难道还有其他的遗难者吗 又或者说死者在登山途中 遇到了其他的同行者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就能解释巨大的SOS标志的来源了 但证明我们所假设的同行者 不仅没有认出错误的路标 而且在死者受伤后 还扔下死者不管 似乎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 而且在死者死亡的时间段内 警察确实没有查到其他的遇险记录 那另外死者本身并不强壮 从他的体格来看 他要制作这么大的一个SOS标志 是相当费劲的 毕竟SOS标志是由19颗直径 10到15公分的白画树摆成的 每一颗都要长达2到3米 要从100多米旁的白画树林 砍下这19颗树 并且运到空地上摆出SOS标志 对于一个健康强壮的男性来说 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何况对于一个只有一米六几 身上有伤的瘦弱男子呢 而且从他的随身物品当中 并没有发现任何可以用来砍树的工具 不过从腐烂的程度上来看 专家推断这些树的确是5到6年前砍下的 砍树的工具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确实有可能烂掉 或者被杉红冲掉了 而且这也和死者的死亡时间是相符的 不过矛盾的地方又来了 就算这些树是死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砍下的 而且摆成了这样一个形状 有这么多的力气 他为什么不直接逃生 因为距离SOS标志不远处就是中别川河 稍微有点野外求生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 在野外迷路了 就应该沿着河往下游走 是最有可能走出困境的 事实上 从SOS标志出发 沿着河走7公里左右 就能够走到有村落的地方 如果死者有能力制作SOS标志 实在没有必要在原地等死啊 除了事情本身透着诡异 警察这边也有说不通的地方 通过翻看网年的航拍照片 可以隐约的看到 这个SOS标志最早确实是在五年多前的照片里出现过 但奇怪的是 这么大的SOS标志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 居然都没有被人注意到过 这些疑团目前并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个男人在遇难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受伤的他是如何做到摆出这么大的一个SOS标志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帮他的人还没有被找到 还是说就是这个人杀死了他 我们也希望真相能够早日地浮出水面 但是目前第三方调查也只能为你调查到这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